就像刚才姜妈说的 顺服就门服 我们听到讲台上讲的 我来到这个教会已经 来到教会已经二十几年了 所以就已经习惯在讲台上教导的 我们回家就能够操练 然后回家就去有行动 那上周小Face姐妹做见证 真的是非常的感人 看到一个小女孩 一个年轻人 她可以自己跟神 要感受到说她是被神喜悦的 神不仅让她看到 也让她感受到 可以医治到她多少 就是从小来受到的一些伤害 那姜妈在她讲完见证以后 姜妈就说 这种见证多宝贵啊 说希望父母们回去了以后 也不经意地给孩子听 那我的孩子一个26岁 一个22岁大学毕业 然后在工作在家里住 所以你让他们听这种道 那怎么可能呢 所以我就是我自己早晨听的时候 我就有意把它放在我的走道那里 声音比较大 那他们两个在房间自己揍什么 反正就可以听到 那如果我看他们不太忙 可以讲话的时候 我就是这个小女孩的见证 真的是很感人 你们有可以听的话 因为正好有英文翻译嘛 所以就特别好 我就让大家听 然后我进了厨房 我就带到厨房听 反正那个星期 因为我正好这个星期五 就是昨天需要在小家分享 所以我就是很感恩 有这个机会 也让他们再听 然后等到星期五 我再去听这个的时候 我真的就感受到神的爱 是真的当我们顺服 然后这个复兴 这个爱的水流 就从讲台流到我们 然后又从我们又流到家里这样子 所以星期五 我又在听的时候 我就放在客厅听 然后正好我儿子也坐在客厅 我就跟他说 我说儿子 我说这个女孩子的见证很感人哦 我就大概讲一下 我说这个小女孩 她几年前眼睛受伤 她那么痛苦黑暗的时候 她竟然没有勇气 去跟她的父母讲 最后她父母知道的时候 真的是也谦卑下来 向孩子道歉 我说这几年走下来 然后孩子自己愿意寻求神的爱 得医治 而且来服侍神 我就大概讲了一下 他们的这个见证和故事 然后我就在听那个见证 我儿子说 这不是都已经听好几遍了吗 所以我就很感恩 就是说当我们不经意地在家里 敬拜赞美或者听祷告 真的你不要低估 那个圣灵也在做工 孩子也在不经意有听进去 这样子 那她坐在客厅 我就顺便讲一下 我说 我们做父母的年轻的时候 也有自己的压力 我们也有自己的罪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做很多事情伤害孩子 让孩子很自卑 然后很自恨 有一些情绪 然后我儿子就在那说 伤害已经 就是她用英文说意思就是说伤害 trauma已经happened 就是伤害已经有了 那个后遗症也在那里 怎么可以就说没有就没有了呢 就是已经形成了她的这个人的个性 我当时灵力就感到 真的我们 孩子不说是不说 但是你 真的她说的时候 你可以感受到她生命里的 还有那个委屈 受伤 说不出来的感觉 这是我的儿子 他能够这样子说出来 我经意就很感恩 那我就顺利 我就是在跟他道歉 然后我就发现 我们在孩子身上 父母这多少年来 不经意给孩子的伤害 不是一天两天的 可能十几年 孩子在我们身边都有这样子的伤害 那我相信 我们不是一次两次跟他说道歉 也就能够让孩子饶恕 让孩子从那个自恨自备里走出来的 所以我就又再跟他说道歉 我们人都在罪里 所以我们很需要耶稣 所以我就像这个女孩子也讲的 那个生命就会有成长 他就可以活得更快乐 然后我就跟儿子说 我也很希望你跟妹妹 真的认为你们自己是被爱的 然后让你们也知道 阿爸父真的很喜悦你们 然后我也知道 虽然我跟他们的爸爸 我们不完整 我们也给你们造成很大的伤害 但是我们还是很爱他 我就很感恩说 我们在教会里教导姜妈妈 这么多年来真的是向妈妈的心教导我们 我真的感受到刚才那句 这个句经文真的主的灵在妈妈身上 他跟我们传的这些福音 这些内在生活 真的是让我们瞎眼地看见 被掳的得失方 我觉得这个灵 我就很渴望这个灵也在我身上 我也很渴望这样子的复兴 家妈上次讲到说 复兴其实就是让你知道 你是神所喜悦的 你是被神所爱的 我觉得这不容易 这说起来好像很好 但是真的 这个真的让你一个年轻人感受到 他是被喜悦的 他是被爱的 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有责任 所以刚才我再回应一下 玉藤师母 牧师母 刚才讲的父母的祷告 我也是 我们有四个姐妹 四个妈妈 我们一起RPG 上次从立位牧师 带我们做父母祷告之后 到现在两年半多了吧 我们一直在坚持 每个星期三晚上 能为孩子祷告 我真是就看到说 就是孩子身上的银垒 就好像那个耶利哥的城墙 很高大 但是我们做父母的生命 也要不断地操练 不断地为孩子祷告 我觉得不是一次道歉 两次道歉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我觉得我们自己 就是不断地陪伴孩子 即使成年了 抓住每一个可以跟孩子的机会 尊重他们 但是也要有做父母的样子 我觉得今天 小玉师母找我来做见证 我觉得我很紧张 就是最后四点钟才打电话 说我要来做这个见证 我就感恩 我说感谢主给我这一段段时间讲台 我就希望 所有的父母得到鼓励 即使你的孩子成年了 我们的神的爱还是大 我们的这个复兴 就是要让我们的家 我们的孩子 知道我们是神所爱的 神所喜悦的 所以顺服是门服 讲台又讲的 大家要操练啊 谢谢